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组断措施已经实行了一阵子了 那大家都在努力地配合着 就不晓得两位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改变了呢 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很爱热闹的人 平时我都会约一些亲朋戚友喝茶聊天 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不能这么做 但是我换了另外一方式跟他们联络感情 那就是简讯和视讯来和他们联络 好 下次你可以找我们 对 我跟辉方姐也是一样 以前待在家里是为了休息 现在待在家里是为了彼此的安全 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 我一定会保持彼此的安全距离 你们也一定要这么做 没错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配合着这一项措施 你看 非必要的服务已经暂停了 小朋友在家里上课 大人在家里办公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把疫情控制下来 如果忍耐一时能够换来疫情的控制 让我们早日脱离新冠病毒的威胁 那这一切措施是值得的 所以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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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赞 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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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千万快点 不要出去 软软趴趴趴 明天就是周末了 千万不要出门 要待在家里 我们要大家一起全民防疫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内瑞老师 今天要教大家是躯干的旋转 所以我们今天会做很多旋转的动作 来帮助你的脊椎回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好 我们要准备做运动了 来 两只脚跟肩膀一样宽 好 特别注意你的膝盖 请你保持弹性 不要打太直 好 身体挺直 两个肩膀往后转一圈 下巴往下收 眼睛往前看 好 第一个动作 请你先把手插腰 我们踢踢你的脚 踢踢你的脚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到 很多关于旋转的动作 所以这个踢脚呢 先把你这边的肌肉给放松开来 踢一踢 很好 踢一踢 加油 好 来 现在把手加进来 转一转 转一转 很好 如果你发现 在做这个动作好像有点不太稳 没有关系 你不要做这么快 也不要做这么大 因为我们现在要在热身 所以动作先不要做太大 很好 来 记得要踢踢脚 包括你的肩膀要热开来 好 来 往前 很好 好 因为我们做旋转的关系 所以热身的部分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如果当你的热身没有热开 你在做旋转的时候 会有扭伤或者是拉伤的问题 好 来 现在请你把手放在你的胸前 往上推一下 放下来 往上推一下 放下来 好 来 很好 先把它推直先 动作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 慢慢做些 没关系 很好 把身体延展开来 这时候脚就是不动的 要踩稳 注意安全 但特别注意脚要怎么样 保持弹性 好 好 加油 好 来 换另外一边 转过来 脚先不动 脚先不动 很好 因为我们在热身的阶段 所以动作呢 先慢慢做 先不要做这么大 很好 其实我们在做旋转的动作 这个肌肉不常用 所以你要把它热开一些 不然你这样很容易会受伤 好 加油 好 来 做一下扩胸的动作 做一下扩胸的动作 把背部打开来 做一下扩胸的动作 很好 这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肩膀的后面 在挤压你的脊椎 对不对 这就是正常的 好吗 好 请你把背打直 很好 慢慢做 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 用自己的速度 好 加油 好 因为我们要做旋转的关系 所以手放过来 我们稍微转一下 转一下 先不要转太大 记得用移动的 不要用甩的 什么叫甩的 就是你不可以控制 这样叫甩的 可是移动是你可以控制的范围 叫移动的 很好 加油 好 来 再做一次扩胸的运动 很好 先把它热开来 好 我们刚刚有做左右旋转的动作 对不对 好 你看 来 把动作伸出去之后 往上面一点点 把躯干的身体打开来 回来 好 换一边 往上拉起来 要感觉上半身 下半身是被你拉开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紧紧的感觉 回来 出去 上来 很好 再来 动作现在都不大 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腰先 所以先慢慢地热开来 好 再来 要有拉伸的感觉 很好 再来 好 我们慢慢要把动作加大了 来 注意看 现在把手伸出去之后 把脚加进来 加进来 很好 慢慢地把动作加大 很好 好 可是你不要把手脚分开 不要把手脚分开 一起做 很好 再来 慢慢地把身体延展开来 很好 做旋转的动作 今天的重点都是在旋转 在旋转 好 现在把手往上抬 往上 往上 很好 往上 加油 往上 身体延伸出去 好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请你保持稳定 如果你发现太快了 就不用跟老师一样 抓到自己的速度就可以了 记得头往前看 不要晃来晃去 不然很容易头晕 很好 加油 很好 好 准备要换动作了 来 把双手举起来 转过来 脚先不动 回来 再转过来 这样的感觉会更深沉一点 转过来 回来 很好 要感觉腹部被拉开的感觉 上下旋转的感觉 加油 好 我们把动作稍微变大一点 把脚加进来 很好 但记得 都是用移动的 不是用怎么样 甩的 当你去甩你的身体的时候 可能会受伤 所以特别注意 移动就是你可以控制的范围 甩的话就是你不可以控制的范围 安全是最重要的 好 很好 好 来 现在把手放下来 好 来 让把脚踢一踢 把脚踢一踢 好 我们再做一次你的放松肩膀的动作 来 踢一踢 再转一下 有没有感觉你的腰部 已经开始有热热的感觉了 所以这样就是对的了 很好 加油 好 来 我们把所有动作合起来 好 来 跟着我一起做 来 两只脚先打开 好 把脚加进来 一 二 很好 三 四 五 六 好 因为你已经热开了 对不对 动作可以变大一点 八 九 十 加油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在家座的朋友 记得把声音数出来 找到这个节奏 很重要 好 我们准备要往上抬了 好 来 准备 来 往上 一 二 不要忘记你的脚 三 四 五 六 记得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 如果你觉得太快 慢下来 很好 但是不要忘记 数出来 这样才不会憋气 加油 很好 很好 再来 很好 加油 最后三个 来 三 二 一 好 双手 一 二 三 这个感觉会更明显 所以你在做这个动作 注意安全 五 很好 六 记得是用移动的方式 不是用甩的 特别注意 好 再来 六 很好 最后三个 二 一 好 一样踢一踢你的脚 好 很好 现在已经把你的身体放轻松了 好 来 现在把你的手 往上拿起来一下 好 放下来 拿起来 放下来 最后一个 拿起来 很好 来 手插腰 转一下你的腰 慢慢地做 现在你的腰已经被你打开了 对不对 好 很好 好 最后两个 二 一 好 转另外一边 有没有感觉你的腰 跟你的脚的感觉 已经被你热开了 所以感觉 好像可以做更大的动作 对不对 很好 来 最后两个 二 一 好 来 站回原本的姿势 手打开来 我们做深呼吸 来 吸气 好 来 吐气 今天都是用到旋转的肌肉 来 吸气 好 来 吐气 很好 最后一个 用你最慢的速度 吸气 好 来 吐气 好 你做得很棒 掌声鼓勵鼓勵 刚刚我在看大家做运动的时候 我就心在想 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人 也待在家里 现在我们做的这些系列的运动 如果年轻人或者是长辈们 已经很健壮了之后 能不能重复多做几次 因为每一次都是十分钟吗 可以 没问题的 因为运动你在做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不熟悉 但是希望你多练习 让你变成更熟悉这些动作 好 那明天就是周末了 因为我们的两位议员 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提醒大家的 在这个非常时期 是没有所谓的周末 每天都跟平时一样 注意自己的卫生 不要出门 在家里的话也可以到MeWatch 看一看我们之前教的那些动作 还有我们的运动的一些程序 继续地做运动 当然还有煮营养餐 好难 与民防疫这件事大家都该关心的事 那今天非常荣幸 我们邀请到了人力部长兼内政部 第二部长杨丽明部长 部长 你好 你好 郑融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阻断措施期间 很多人的工作可能都受到了影响 不管是得居家办公或者是工作量减少 那收入可能也因此被影响 好不好 我先请部长跟我们聊一聊 阻断措施帮到雇主的方面有哪一些 我们原则上希望这个阻断措施期间 尽量地能够让员工居家办公 如果这个员工完全能够居家办公 那理论上他的工资应该是不受到影响的 政府是通过我们的雇佣补贴计划 只要是本地的这个员工 我们都能够发放一个补贴 在这个阻断措施期间 雇佣补贴能高达75% 就是工资的四分之三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庞大的 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的力度呢 就是希望所有的雇主都能够继续发放工资 因为保住员工的饭碗才能够更好地照顾他们的家庭 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那么当然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员工 因为他的这个工作性质呢 不能够到他们的那个工作场所去办公 有一部分的企业呢 他们可能会要求员工在这段时间呢 就先用完他们的年假 但是年假如果用完了之后呢 又怎么办呢 员工还有他们的企业也是应该要好好地商讨 是不是能够转向这个无薪的这个假期 雇主呢把它变成了这个无薪的这个假期呢 那将来他的那个雇佣补贴呢 也是会受到影响 也可能就因此拿不到这个雇佣补贴 所以政府的用意是希望雇主呢 能够尽量考虑员工他们的这个需求 在这段时间可能发放的不是全薪 但是部分的薪金总比无薪来得好 雇主可能也可以考虑让他们的员工去进行培训 除了那个培训是受到大力度的这个津贴 他们还能够拿到一些缺勤的这个补贴 所以对雇主来说呢 薪金方面的这个压力呢 是得到相当大力度的这个环节 那在员工方面呢 其实呢如果他们的薪金受到影响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这政府的措施配套里面 也有一些是帮助得了他们的是吗 是的 而政府的这个预算案配套里面呢 每家每户都有发放一些远助金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长年的这个国人 都得到了这个六百块钱的贴 除此之外呢 全岛的社会服务中心 他们继续运作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数 比如说帮助他们去申请这个短期的援助金 那部长我们的低薪人士 还有自雇人士方面吗 可能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担心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晓得部长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们分享的呢 在这个非常时期呢 我们的就业入息补贴计划也会发放一个特别的补助 这个是三千块钱的特别补助 分两期来分给低薪人士 一个是七月份 另一个是在十月份在分发 那么当然呢 对于我们的那个自雇人士 我们也非常关心 所以呢 政府就推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叫做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 整个补助的这个期间呢 是九个月 那么这九个月里面呢 每一个月都会发放一千块钱的这个补贴 希望能够帮助这些自雇人士度过这样子的一个难关 那最近呢 大家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话题 可能就是我们的客工感染源的这个因素嘛 政府方面呢 是有哪一些措施来尽量地阻止更多的这个感染源出现的呢 那么我们呢 其实呢 在整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一月底的时候 就开始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 比如说呢 我们向客工宿舍的管理员 发出了要提高警惕的一个信号 鼓励他们呢 在各方面呢 比如说在这个清洁卫生方面 都要提高他们的那个水平 而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安排了许多的资料 把它翻译成这些客工他们熟悉的这个语文 这是之前呢 做到的一些工作 那么比较近期的时候呢 他们呢 客工宿舍里面的一些共用的一些设施了 比如说他们的健身房啊 或者是娱乐休闲的一些场所 比如说看电视的地方 全部都已经被关闭了 而且呢 客工宿舍里面 每一座的这个宿舍呢 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也是被停止了 所以呢 因为呢我们的研究人员 他们呢初步的这个推断呢 是客工他的这个疫情呢 是受到三方面的这个影响 一方面呢是他们有一个工地的传播 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住宿 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一般进行的一些社交活动 就如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通过这三个渠道感染到这个COVID-19 好 部长可能这个时期呢大家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嘛 那部长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说的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 我也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多时间待在家里了 待在家里呢 当然呢有时候会觉得发闷 但是呢 待在家里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和家人的时间的互动呢 也增加了许多 所以我希望呼吁国人通过这段时间 充分地去利用和我们的家人的互动的这个机会 是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部长 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也解答了很多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疑问 那忙着国务的当儿 也希望您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子 大家都多多照顾自己 谢谢部长 即日起不论外出到什么地方 公众都必须佩戴口罩 以避免病毒的传播 没有佩戴口罩就是违反阻断措施 将被罚款或控上法庭 在此希望国人积极配合阻断措施的条例 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健康那些事 饮食这件事 我们的节目到目前为止 教了大家24道健康食谱 不晓得你煮了几道呢 还有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如果想买食材的话 只要动一动手指 按几下电话 就会有人把货物送上门来 太方便了 现在这个非常时期 如果没必要的话 大家都不应该出门 要再次提醒我们所谓的乐龄朋友 千万不要出门 如果真的要买一些食材 在家里煮的话 可以叫家人帮忙代劳 到超市还是巴厂去都可以 是啊 对了 今天我们又要学什么菜 今天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今天做的是 家人青葱炒蛋 好 听起来应该难度不高 我相信我可以驾驭 对 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一道菜 而同时也希望通过这道菜 来破解一些大家对于胆固醇的迷思 对 很多人都说虾的胆固醇很高 是不应该多吃的吧 其实虾子的胆固醇 主要存在于他们身体的一个部位 什么部位 在什么部位 我觉得 肠 他们的头 头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把头去掉的话 虾子没有什么胆固醇 因为虾子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 同时还有很多的矿物质 比如说像心这些东西 都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虾也不用炒得太熟吧 我看稍微让它的颜色变红一点点就好了 好 其实虾肉会变红也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成分 叫做甲壳素 甲壳素可以帮我们去除脂肪 对 我们两个马上 那可以吃虾来减肥吧 不完全是吃虾减肥 因为甲壳素最多的在虾壳 那如果你真的是把虾壳搅碎了 拿来这样子吃的话 其实甲壳素可以减少脂肪 在身体的吸收 所以你基本上是真的可以用来减肥的 这新鲜是 是 真的 其实虾子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然后下一个我们准备鸡蛋 蛋黄的胆固醇也是很高 是真的吗 对 那一天可以吃几粒 这个我们得从 胆固醇本身的状态来说起 因为胆固醇本身在我们身体 是由肝脏主要来制造的 所以从食物里面摄取的胆固醇 大约只占我们身体胆固醇的30% 所以大约有70%是由我们肝脏来制造的 也就是简单来说 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去进食胆固醇的话 肝脏一样会制造胆固醇 所以胆固醇一定要吃一点点 让你的身体知道说这个部分我已经满足了 所以我不用做这么多出来让身体去运作 因为胆固醇在我们的身体 各个细胞都会有 尤其是在大脑和眼睛 还有神经细胞 而我们身体的荷尔蒙有很多也是胆固醇 所以如果没有胆固醇的话 身体很容易出状况 好的 那有心血管问题的那些人呢 听说好像蛋黄也不能吃太多吧 我们在医学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不过美国已经在2016年把这个东西去掉了 所以蛋黄本身现在是一个健康食品 已经亏翻了 对 所以有胆固醇问题的人 我们的建议是一天不要吃超过一颗蛋黄 那平均一个星期能够吃多少绿炭黄 通常建议一个星期四颗 好 现在要下锅了 就用一点点油就好 感觉上刚刚看起来好像很清淡 你刚才只加了一点点海盐 对 因为虾子本身就带有一点点鲜味 然后鲜味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食材里面 不容易找得到 最容易找到鲜味的东西叫味精 可是很多人就会说味精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那顺便帮味精证明一下 味精也不是不好 很多人就说味精吃了会掉头发 然后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这个情况 已经经过科学家的检验 发现说它其实没有这回事 是 更多时候是这些人对味精里面的一个成分 他们天生就有敏感 而里面的这个成分在红酒 在起司里面也有 所以你看吃的东西里面都有那么多误区 就跟我们一样 很多时候你可能收到一些简讯 然后都是不对的消息 不相关的消息 然后你就去转发 其实那是也错的 不要乱转发 一定要查证一下 对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味精怎么做 味精其实是发酵的木薯做的 是吗 对 味精比较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是它的含盐料 它是一个很咸的一个东西 所以高血压的人要注意 不适合用味剂 这是葱吧 对 这是青葱 我最喜欢吃葱的 青葱做点子 我最喜欢吃葱的 吃了会聪明 上菜了 我本来就很喜欢吃蛋 我喜欢蛋的香味 现在蛋的香味加上虾的鲜味 融合在一起 它会觉得真的很好 对 感觉很棒 尤其是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食材 对 所以还是要再次地提醒所有的朋友 记得家里不要囤货 我们的供应是足够的 买新鲜的 煮这些就会很好吃了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头 还会出现怎么样的健康食谱呢 一定要留意收看我们的 健康那些事 你我他的事 再见 人人有责 现在就下载TraceTogether手机应用程序 加入追踪接触者的行列 让我们一起携手对抗疫情 跟公文人一起携帮 radically做成熟 温 la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